需要演技不容置疑,另外就是要让观众有很强的代入感,高贵就是高贵,美就是美,不要让貌不合神差十万八千里的女演员来掺和。 下面我们就一起来看看,剧中那些长得不美甚至可以说长得丑的女主角都有谁吧? 第一位西门武汉中的女主角杨军军,杨军军是在这部电视剧中一人饰演两个角色,一个是楚留香的至爱张杰介,还有女主角西门武汉。 而西门武汉的人设是一个美貌与功夫并存的世间美女,但是看一下这张剧照,想必大家对西门大妈的芳荣也是佩服的吧? 风云雄霸天下中,雄霸的女儿孔茨,虽然这部剧是童年回忆,但是面对这种筷子插了满头,刘海也是稀稀拉拉的孔茨,只能说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。 一天图容记,赵敏至夜童。 夜童版的赵敏实在不能苟同,夜童演技很好,这必是承认,夜童的问题出在她的曲线太深入人心了,看到女装造型就无比纠结。 神雕侠侣小龙女陈妍希,台湾姑姑愣是把高冷的古墓仙子演出了弯弯偶像剧女主,挑眉、跺脚还经常傻笑,总是对着孤儿犯花痴。 不过这部剧中的女配却都比女主好看,慕念慈长这样的,郭福是这样的,就连李莫愁都是这样美的。 网友问道,导演你真的是存心吗?